現場高雄市長候選人柯智恩 在今天一大早也是一身輕鬆裝扮 現身投開票所 狀況如何 一起來 代表我的政黨的顏色嘛 所以我還蠻喜歡他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他覺得很漂亮 謝謝 今天出門跟你們那個服裝 有沒有想說怎麼配這樣 沒有 完全沒有 他穿他的 我穿我的 我們有溝通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是 Yeah 那就是接下來就是 有沒有想說好好要放個家 輕鬆一下 因為這一段路也是走得非常辛苦 因為到處去掃街什麼的 會啊 我們等一下回去就換衣服 就騎著U-bike去好好的去看看 高雄很多市區 然後找咖啡廳坐下來 我想這個都是 未來會是我的日常 對 還有沒有問題 就是有沒有預計 可能幾點會到鏡總 跟就是大家一起看台票 我想我們應該四五點 就會到鏡總的部分吧 對 所以歡迎大家 還是踴躍的出來投票 這是身為一個國民的權利跟義務 還是鼓勵大家 應該多多投票 大家趕快起來吧 趕快來投票吧 今天天氣非常不錯對不對 今天天氣非常的不錯 對 但是選情看起來 好像大家都是 可能會睡到自然醒吧 所以我們期望在中午之後 這個人潮會湧現 我覺得還是能夠把投票率衝高 我覺得這對我們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來說 都還是會大家比較手勒 因為大家想看看這個選民 到底他目前的意向如何 所以能夠把這個投票率 去衝高的話才有辦法看出 真的民意所在 好 還有沒有問題嗎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繼續我們來掌握的是 國民黨桃園市長 獲宣張憲政也是一大早到了投開票所 就連朱立倫也在旁邊 陪同 目前狀況如何 好 今天早上八點鐘可以開始投票 桃園市長 桃園市長 我對這邊不但充滿情感 更希望我們桃園 未來會有一個具有國際觀 能夠用科技力來領導桃園 最好的市長 所以我當然要來陪同 張善政 那來到這裡 有感到非常親切 這裡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是我擔任縣長的時候 跟張善政在這邊 不要開了多少次 好 今天早上八點鐘 可以開始投票 您投票了嗎 我們來看到台北市的天獄裡 已經湧入了蠻多里民 都要來投票的 甚至還有民眾的特別返鄉來投票 狀況如何 交給記者尤濤 好 觀眾今天就是投票日 那麼目前記者所在位置呢 就是台北市天母的天獄裡 你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時間是早上八點多 但是呢 現場這個地方 是已經擠滿了大批的里民 準備來投下他們神聖的一票 那當地地長表示呢 這一次啊 在這個天獄裡這個地方呢 有效的投票人數 大概是六千八百多人 但是呢 年輕人 到底有沒有返鄉投票 會是在天獄裡這個地方 影響選情的一個一大重點 那你看到呢 其實今天啊 外頭的天氣啊 並不是這麼好 是有點比較呈現 濕冷的一個狀態 但是呢 當地的里民呢 你可以看到在記者後方呢 是已經擠滿了整個走廊 可見呢 這次九合一大選 在天獄裡這個地方呢 里民呢 還是相當的重視 這一次的這個投票 那甚至我們在現場 還有觀察到 甚至是一些行動比較 比較不便的長者 坐著輪椅呢 騎了個大早 都還是願意喔 騎了個大早 來到這個投票所 進行投票啊 那麼為什麼 我們會這麼在意 這個天獄裡這邊的 一個選戰情況呢 因為天獄裡 他其實呢 比較特別 他是被譽為 這個台北市的這個選情 章魚裡啊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過去幾次 這個大選結果來看 天獄裡這邊的得票率呢 跟最後整個台北市的這個選戰結果啊 結果可以說是一模一樣啊 這個誤差值呢 甚至是不到一個百分點啊 也因此呢 外界啊 再加上這個選情結構呢 也因此啊 外界把這個天獄裡這個地方呢 稱作是小台北啊 那麼究竟最後的這個選情 天獄裡這邊的選情走勢會是如何呢 我們也會在現場 持續地為您做掌握 那麼也提醒觀眾朋友 今天早上八點就可以開始投票了 那投票時間呢 也會一路持續到下午四點啊 如果民眾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也不妨出門投下您神聖的一票 以上記者在天獄裡的最新情形 將選鏡頭交換給同內 那麼今天九合一選舉登場 首都之戰呢 大家都在關心 也是備受關注 包括像是這個蔣萬安 陳時中 黃珊珊都有出門投票 那我們現在畫面看到呢 就是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了 他今天也是前往投開票所 那在剛才的大概九點半左右 他已經先投完票了 那麼可以看到其實現場呢 除了有這個媒體朋友大批的民眾 其實就連呢正在投票 或準備要投票 投完票的民眾看到說 有大咖來了 紛紛也是停下腳步 然後想要看看像這樣子的大陣仗 我們看到呢 剛剛還有穿著藍色衣服的這個選民 也是熱情喔 另外還有蠻多這個女性選民 也是看到蔣萬安來了 也是衝上前 就是希望可以握手 當然呢 可能因為手機沒有辦法拿出來 或不敢拿出來 或是來不及喔 也是來不及合照 但是可以看到他們的笑容 也是覺得說 能夠握到手也是挺開心的 好現在也是停下腳步 想要跟身旁的選民來合照 這也是在今天早上的一個最新情況 那麼蔣萬安是由妻子陪同到投開票所的 這畫面是看起來呢 雖然現在這個天空不作美 這個天氣狀況不是很好 但其實這個投票的民眾還算多 那麼我們相信喔 很多民眾呢可能像過去 剛剛幾位候選人說的 可能想睡到自然醒 那麼稍後呢 可能也會有更多選民陸陸續續的 前往投開票所 好繼續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個新北市長何友宜 在今天白天也是前往投票 立刻來看看市長這些狀況 在檢核宣分都做到很詳實 連偷果操都拖了兩次 那很盡心盡力 他們真的辛苦了 我要在這裡 在選舉這段時間 不管是在安全維護 在選舉工作的安排上 非常謝謝大家的辛苦 市長你長庫有沒有 這幾天這樣下去會有更善嗎 其實我就是盡心盡力 把自己該做的事情把它做好 那候選人嘛 該睡就睡 該做就做 一切用平常心來看待每一件事情 前例以赴 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投完票之後有沒有打算 來 大家外面都可以了嗎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想先問一下 昨天晚上睡得好 那現在誰都可以參加 現在心情的放鬆 同時也為昨天冒著風雨前來 陪伴我們參加最後 選前職業活動的每一位朋友 他們給我的加油 給我的溫暖 好感動 那有什麼想說 什麼時候要跟太太來 好好吃一頓飯 昨天因為報告市長 會上次開始講到 是 所以今天我特別早上來投票 那太太呢 因為這兩週她真的非常辛苦 而且昨天也在大的風雨之中 陪著我來參加活動 所以今天上午特別想讓太太 還有兩個孩子都休息一下 那我出門前 太太一樣說了聲加油 那我跟她說 很久沒有跟她一起吃飯 所以等一下也會順道帶個早餐 跟她一起吃早餐 所以我看起來還是有在下雨 會不會擔心今天的風險 你找到投票一點 投票當然非常重要 每一張選票都非常的關鍵 昨天其實看到很多的朋友 願意前來參加我的活動 大家不畏風雨 新手相連 那也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 把握手中的這一票 踴躍出來投票 讓手中的這一票 決定台北的未來 讓我們迎接台北崭新的未來 那待會兒投完票了以後 除了跟太太一起去早餐 以後還有什麼規劃 我想就把握這僅僅幾個小時 好好的陪陪太太 陪陪得利二寶 然後如果天氣許可的話 也許帶得利去偷偷欄 騎個腳踏車 那等一下多花些時間 陪伴太太 我想這個很重要 好謝謝大家 謝謝 看到很多市民朋友 就是最好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剛剛聽到講完 希望可以呢 投完票之後 抽個時間陪太太吃個早餐 陪孩子投籃 那麼繼續來看到的是 在新竹的部分 新竹縣長的這個選戰 藍綠兩黨候選人 包括了像是楊文科 跟周江傑 一大早八點鐘 也是各自到投開票所 投下神聖的一票了 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今天早上雖然是有 下子毛毛雨 但是我們鄉親都非常熱情的 來參與今年的五合一的 選舉的投票 跟我們的公投票 那我想我也剛剛完成了 這些投票的程序 那我非常感謝鄉親們的 熱情的來參與選舉的活動 好我們今天 是這個大家一起來參與 這個民主的過程 這是一個享受民主的過程 那早上我還這個看到 早上有聽到雨聲 但慢慢現在有無需放行 我們希望所有我們縣民 在今天投票的這一個日子裡頭 讓我們一起共同決定 我們的未來 希望大家能夠有沒有投票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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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